欢迎来到学用数学,数学有用 今天要看建宗科学班104这道题 现在这里有个n是三位整数 它定义一个函数是长这样子 然后满足这个关系 首先我们先来改写一下 就是说这个n其实会等于5倍的fn 这个fn是什么 这里的东西你其实可以把它写成 a加1乘上b加1乘上c加1再减掉1 这个n是一个什么 abc构成的三位数 所以这边又可以写成 100a加上10b加上c 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些讨论 就是首先你看这是5 这边也要是5的倍数 所以我们要先分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就是c等于0 c等于0的时候我们把它带回去 c等于0把它带回去 两边再约掉5 所以这样子会变成20a加5b 那左边这边这边会变成ab加a加上b 这时你可以再强迫因式分解 ab-19a-4b等于0 那这里我们在分的时候会变成 这边-19-4 然后这边再补上4乘19 但是现在a跟b都是一个数字 0到9 所以这边其实对不到合适的解 所以这条路行不通 接下来我们再看另外一种情况 好这就是这个c等于5 两边先约掉一个5 就变成a加1乘b加1乘6再减1 那这边呢也可以约掉 就变成是那个20a加上那个20a加2b 然后呢再加上这个1 好这边这边经过一些计算再乘开 其实它会得到3ab-7a加2b 然后呢等于这个-2 好那这时在强迫因式分解 同时补一个3进去 再加6b那这边等于-6 然后呢我们这边就可以变成这个 OK好那这边呢就可以变成3a跟这个3b 然后这边是-7 那这边是加2 那这里呢把它补向时候呢 是这个-20 好那后面呢也是逐一的去讨论 那接下来后面呢 还有一些要逐一讨论呢 我就不过 好那最后呢其实可以得到什么 n就是一组是115 那另外组呢就是525 好这解其实是思路比较复杂 一开始呢你要针对c的情况 去分类讨论 那分类完之后呢 它就是一个什么ab 但是前面配上3的这个因式分解 好所以你要补个3再来做 那做完之后呢 -2的因素有很多 这边还有一些讨论 那才能够得到这个答案 好 好 感谢观看